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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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公司呢是这个网址是communitycpa.com 然后我们公司呢是作为一家那个注册会计师的公司嘛 当然肯定是这些标准的会计服务我们都提供 从这个作帐到税务还有这个审计 审计呢又有两种审计一种是这个报税的审计 他就有可能会让你做一些这个你的这个财务报表的审计 ok 然后呢也做工资做一般的生意咨询 包括帮大家写这个生意计划什么之类的 ok 商业计划 然后呢我们也有一个律师团队有注册律师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 然后我们的员工呢加起来合起来可以讲九种不同的语言 英文也包括中文 那么像今天这个讲座就是用中文讲座的 ok 当然也有西班牙文和其他语种 这样的话可以为不同语种的客户服务 好呃我们呃今天呃回到这个正题就是要讲这工资退税的这个呃 报税更正的问题呃先简短的回顾一下这个呃 ERCERC是什么呢就是是工资退税咱们中文就是工资退税什么意思呢 就是呃一你把你发工资的时候呢就是假如你是雇主给员工发工资 那么每次发工资的时候呢从员工那里要扣一部分下来叫做工资税 就是叫做给社保和这个将来退休以后的医疗保险用的 ok 英文呢就是一个是social security 一个呢是叫medicare 所以这两个呢是从工资的那些从员工的工资那里要扣一份下来 同时呢雇主还要贴一份上去的 ok 呃也就是也从雇主这个方面角度角度来说呢 也就是假如你要发一个员工一百块钱的话 那么呢你实际上你要支出的话就除了这一百块钱工资之外 你还要另贴呃就是七块多钱就简短说就简单的说就是八块钱嘛 也就是你还要再贴八块钱进去呃 呃那么你报报工资税的时候呢就是从员工的一百块钱里面要扣八块钱 也就是员工最多能够到手九十二块钱 所以从他那里要扣八块钱 你这个做雇主呢还要再贴八块钱 这十六块钱加起来一起要交到这个税局去的 就每次做这个每个季度要交交这么一次 这个叫做工资税 就是这十六块钱加起来叫工资税 呃那么这个呃就是雇主的部分呢 就刚刚刚才这个例子呢就是那个八块钱 那这个所谓工资退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政府这个也这个工资退税的项目的话 就是呃如果你这个符合申请ERC的条件的话 申请工资退税条件的话 那么就是你可以去把这部分 这雇主退的这部分税呢 呃不叫不叫退的税 就雇主交的这部分税呢可以给你退回来 而且呢这个项目因为他有一个额度计算 到底能够拿回多少来 可以假如你呃的这个 他算出来这个税这个呃补贴呢 税务补贴呢如果是多余你交的话 那么多余部分呢还全都可以给你退回来 呃所以呢这个这个项目呢就主要就是 给雇主这个补贴这个每个季度交的这个 社保税社保和这个医疗保险这个税 ok或者叫做工资税合起来叫做工资税 这两项合起来就社保和这个 既然退休之后的医疗保险税 合起来叫做这个工资税 ok嗯 那么嗯对在大部分的这个季度来讲 就在这个工资退税项目的总共有大概 呃就是最多是七个季度了 ok就是在七个季度里面呃 大概五个季度是呃 退的是这个按照社社保税这个退的 还有呢两个季度是按照这个呃 按照这个叫退休之后的医疗保险 这样来退的 所以大家就这样就知道了 这个ERC本身呢 跟你这个所得税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就ERC本身 okERC本身的这个 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 呃 当然这个我们今天不去今天主要的讲 不是讲去申请ERC本身嘛 所以我们就不再细讲这个 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符合条件 但是就是随便提一下 就是这个不是所有的雇主都自动的 是符合这个条件可以去申请这个ERC的 而是说只有符合条件的雇主才可以去申请ERC ok 呃那么你申请ERC呢是基于这个工资来计算的 然后退税呢也是按照退工资税来退给你的 所以就是ERC项目本身呢 并跟这个所得税公司的这个所得税呢 没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呢ERC项目有一个要求 就是这个 呃 就是这个税 这个ERC呢不是说这个免税的补贴 OK ERC相当于可以说是要交税的补贴 而且呢可以说比较糟糕的一点 ok 就是这个他这个项目就是这么设计的 所以我们这个法律是这么规定 所以那大家也可以不满意 你觉得这也太麻烦了 但是呢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OK ERC的这个规定呢是说 呃 因为这个ERC你申请的时候 这个补贴申请的时候呢 是基于这个2020或者2021年的工资来做的 那么你拿到钱之后 拿到ERC这个补贴的钱之后呢 呃 那么就相从这个 这个 国会通过这个法案的这个 角度来讲的话 就相当于是你那一年 也就2020或者2021的这个工资的报告 工资的税务报告 工资税的报告 不是你所得税 就相当于你就就出错了 OK 当然这个错误不是你的错误 也不是IRS的错误 而是这个新的税法出来了 就是国会通过了新的这个税法 OK 也当然跟疫情有有关 所以这个税法呢 就相当于你以前2020和2021 报的这个工资税呢 是报错了 要去更正 所以呢 那因为你工资是错的 所以呢 你那个那一年的所得税上有一项 就是工资的这个费用嘛 所以你工资费用那一项呢 所得税也就错了 OK 当然这个错是以加引号的 OK 还是刚才讲的就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税务局的错 而是国会的新法案 把你就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相当于是那一年的工资税报错了 OK 所以呢 那年那个这个 退了钱之后 拿到钱之后呢 你工资 因为工资这个数额变了 工资的这个花费的数额变了 所以呢 那一年的所得税上 因为上边那个所得税上 有工资这个费用这一项 所以呢 就变成了那一年的所得税 也要去更改了 OK 所以今天就是讲这样一个问题 按照这个 刚才其实都已经讲了 OK 就是这个 这个幻灯片上的讲的 就是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这个 要去做这个更正 而且更正的是更正哪年 那是2020和2021的 OK 你不能说啊 那我现在今年把这个加到我 今年的收入上就行了 我比方今年 23年刚拿到 或者我22年拿到的 我那么算到22年的税 或者23年的税上 按照这个规定是不行的 OK 因为他这个 从立法的本意 这个这个工资退税 是退你2020和2021的这个工资上面的税 所以呢 你那一年的工资 2020和2021的这个工资费用的额度变 就变化了 因为这个税法出来 OK 所以呢 你要回过头去更改你2020和2021年的这个公司的 或者叫做你商业的这个所得税的这个报告 保税 然后呢 这个有些客户呢 他们已经 其实很多客户都已经拿到了这个ERC的这个工资退税支票了 你拿到的话很可能是一般的来说 都是那个拿到这个支票的额度呢 都比当初就帮你做申请的人 告你的数额呢 要高一点 那个原因呢 是因为 RS就是除了在这个基本额度 就是计算出来的之上呢 还要加一部分利息给你 OK 因为这个钱是根据税法 这个钱是应该是你的 OK 比方说两年前就应该是你的 2020或者2021就应该是你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才退给你 所以呢 从那个 2020和2021那个时间算起呢 你还要再给你退一些利息 不光是要退给你这个 这个工资退税的基本额 OK 就计算出来基本额 还要给你加一些利息 那利息部分呢 是要在 是这个收入 所以你哪年收到了这个利息 你要这个在那年申报的 OK 比方说你去年拿到这个ERC支票的话 那这个利息部分呢 要在2022年的税表上报 如果你现在才去申请这个ERC 那么今年你拿才会拿到这个ERC支票 那么这个ERC支票上的这个利息部分呢 是要报在你2023的这个税表上了 但是ERC的基本额度 你要拿去就是不管是2020还是2021的 OK 那比方说你两年都有这个ERC的话 那么你2020的那几个季度加起来 要去改你2020年的税 如果是2021也有几个季度 你去申请了这个ERC的话 那么那2021的这个额度合起来 要拿那个数额去更改你2021的这个税表 好 好 那么这个总的情况就是这样 只要拿到ERC的话 要这个按照这个ERC政府的这个法律规定 要回过头去改你2020和2021 和2020和2021的这个公司的所得税表 那么最常见的两种情况 就是大家做生意都知道 最常见的两种 一种是C Corp 一种是S Corp 所以呢我就大概简短的讲一下 那么C Corp你应该去怎么改 还有S Corp应该去怎么改 OK 那么现在这个C Corp情况下的话 改的话 是 就其实是有两个地方要改 OK 现在这一页上呢 讲的是这个第一处要改的 OK 下一页呢就是更复杂一点 是这个 那是另外一处要改的 就是在第六页上 在税表的第六页上 这个呢是在税表的第一页上 OK 要改 那么先来看看这个税表第一页 是怎么改 税表的第一页呢 是一般就是讲你的营收和这个 可以减免 也可以用于减免税的这个 花销正常的生意开销 那么其中的一项这个开销呢就是发工资 但工资呢又分成两部分 就是有些是发给这个公司的这个管理人员的 OK 还有一部分是发给公司的这个 一般员工的 一般员工的 OK 当然这个管理人员指的是高级管理人员嘛 OK 就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 但这部分人的工资呢要放在税表的第十二行 其他员工的工资呢你要放在第十三行 但因为公司公司那个工资退税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这两个额度呢就都 这个这两个费用的额度呢就会变化了 所以呢要把这个更改一下 OK就比方说因为你2020年有退税 所以要去这样想要去更改一下 但这处呢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OK因为这个是个费用 所以呢你一更改这个这两项 一般来说就减少了 OK就是你的工资税月是这个工资额 额度就这个费用的额度减少了 那么你的净收入就会增高了 所以呢也就是说有更多的税要交 当然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OK所以也就是说ERC 这就是工资退税这个补贴呢 相当于是可以说是要征税的补贴 OK他要补贴给你了但要征一点点税 OK大家可能说那征税的话 那不是又发给我的又都征回去了吗 但是但是征税他只征一部分 像C Corp一般的标准的这个 这个联邦税至少是联邦税的话 他就是一个flat rate OK就是一个叫做 就是一个固定的这个比率 OK就21%的固定比率 所以就是假如退给你1万块钱 而征21%征回去呢 他要收回去2100的话 那你还是到手7900 OK就是将你8000块钱 所以对你来说的话 还是这个确确实实拿到了一些补贴的这个好处的 OK不要因为就是好像政府征税 就觉得好像这征税你拿就没有意义了 实际上你到手的还是那个比较大大头的 所以还是值得要去搞的 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 OK好了 那么再回过头来回到我们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是C Corp就是如果你拿到这个的话 那么肯定是在这样一减少这个费用呢 肯定是这个你要增加了这个总的这个税责 你就要增加了 所以你要交一些税 但是呢 从这个税表上来说呢 就是这是对大家懂一点会计概念的话 就知道这个你第一这个前面的第一页是营收 OK营收跟这个营业的花销的这个那个表 那个做完了之后呢 会影响到这个叫做平衡表 也翻译成资产负债表 实际上平衡这个所谓平衡表 这个英文的词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资产和负债的这个一个总结 OK 那么资产负债表上呢 就会就会影响到有呃 大概那么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OK所以呢 这些呢 我就不想进入这个细节去讲怎么去处理这个事 有不同的处理方法都可以接受的 就是那个营收呢 也比较固定的 OK就是要去减免这个你的这个工资费用的 OK呃 但是这个呃 平衡表上怎么处理呢 有两三种至少有三四种不同的这个方法来处理的 所以呢 我就不去讲了 但是大家如果确实有这个问题需要更改的话 当然还 如果你对会计这个概念不太清楚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去找这个 呃 呃 或者会计师来帮 帮你们操作一下 好 就比方像我们公司也做这种服务 呃 呃 引起要 呃 要做变更 那么也是有两处 OK S-Corp变更也是有两处 一个呢 是在第一页上就是关于这个 呃 你正常的生意花费的这个问题 呃 这一项这一页 OK 呃 然后呢 另一个页呢 是这个平衡表 但因为这两个呃 S-Corp跟C-Corp用的税表不一样 所以这个页数呢 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第一页呢 大概这个都是在第一页 但是行不一样 OK 刚才如果记得话 那个呃 呃 C-Corp上呢 是第12和第13行 但是在这个呃 C-Corp上呢 就是第7第8行 OK 所以也是一样 就是要这个 你的工资的总的这个公司费用呢 工资的费用呢 要 要变更了 所以呢 要去把这两个变一下 呃 但同时这个一变呢 就会引起 在平衡表上 就不平衡了 就是假如你原来的税表 什么都不变的话 就你拿出你原来的税表 因为第一页上一变 你这个表就不平衡了 所以呢 你要去做一些调节 来把这个平衡起来 呃 所以呢 这个如果呃 就前面讲到嘛 如果大家对这个会计这个概念 不是很熟悉的话 那么呃 建议大家还是去找会计师 来帮大家做这个平衡表上 这个调节 OK 虽然说起来好像很简单 就某一行上 你调一个数 就完了 呃 但是你得知道这个在你的情况下 调在哪一行 可能对你更好一点 应该有 因为有不同的这个调节法 都是可以接受的 都是说的 都是可以 呃 justify的 OK 也都是可以这个解释的通的 所以呢 大家 让大家去找会计师 来帮你做一下这个调节 反正你去要改税表呢 肯定去要当年帮你 报税那里去这个改的 OK 呃 然后呢 还要讲到一点呢 就是 呃 c corp的话 你就是呃 就是c corp 只要改一下公司的 公司的税表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是s corp 哈 因为s corp是跟你个人税 是呃 相关联的 直接关联的 哎 那个c corp间接关联 你可以办 可以让他不关联的 所以c corp可以只改公司就完了 s corp因为是跟你的呃 个人税是直接关联的 OK 就是s corp用英文讲 他叫做pass through entity 也就是s corp上报完的税呢 他直接要把结果直接 呃 就要漏到你这个 就像一个漏斗一样 直接就要漏到你个人税上去的 OK 你没有选择的 所以呢 你在s corp情况下 就在除了要改公司 这个1120s以外呢 还要改个人税 呃 假如你有五个股东 那么每个股东都要去改 OK 也就是说是 你呢 大家每个股东都要去改个人税 就公司呢 这样就一份 改一下就完了 那几个股东 那每个股东要自己去 改自己的这个税 好我们今天的 呃 这关于呃 改税表的就讲到这里 然后呃 顺便呢 再讲一下 就是呃 呃 这就是对其他 那有些公司呢 呃 就是呃 除了报税之外呢 还有这个 叫做 呃 不叫做做这个财报的这个要求 OK 比方说你上市公司啊 或者是你是政府 有拿拿拿 这个政府的这个 这个grant OK 有些特别有些这个非盈利组织 不是拿政府的那个 呃 政府的钱来自助的 呃 呃 或者有时候你去申请贷款啊 银行都会要跟你要这个 審计过的这个财务报告 那么是如果你公司有这样的要求的话 你这个财务报告呢 也需要做调节的 因为ERC也是一种镜像 你也是你 因为你这个财报的话 就是所有的进进出出 你账务上的进进出出 全都要在上面体现的 那么你ERC是进了钱了 所以呢 也要做一些这个 在你财报上呢 也要去做调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呃 是怎么做调节呢 就是你的呃 那财报呢 可以跟你这个报税 不完全一致的 该首先提一点 呃 对于这个 大家不做财 财物的嘛 所以大家可能不一定熟悉这个 哎 你可能会去说 那为什么我的财报 跟我的这个 呃 报税不完全一致呢 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呃 就是财 就是财报可以跟税务 报税是不完全一致的 呃 那么在呃 所以 那么财报上怎么调节呢 是也有不同的方法来做这个调节 其中有一种方法我这里提一下呢 就是说是叫做相当于是你那个 你你假如二三年才拿到了这个呃 工资退税 呃 继续可以把它处理成就相当于你去呃 比方说拿到了一个保险费 哎 假如比方说你二二年二零年 比方说二零年出了一个什么事 然后呢 你就去跟公司的陈景工保险公司呢 去要求补帖补偿 然后呢 保险公司可能 呃 一种一方要审核你的情况 说不定还要跟别的那个呃 相关的这个责任人去打官司 那么表示那么今年呢 才算这个了结了 那比方说二三年才把这个钱发给你 可以就是是二零年发生的这个损失 但是呢 今年才把这个补补偿发给你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呃 就相当于你是这个呃 当年的损失在今年才补了 像这种情况 你只需在财报上呢 只要调今年的就可以了 哎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这个呃 这个模式的话 那么你就不需要回去更改你二零二零和二零二一的这个呃 财报了 只要把它这个呃 这个今年的这个财报你注明一下就可以了 哎 嗯 那么这个就肯定是跟你的税表就不一致了 因为你二零二零一和二零二一的税 你要回去改 因为你拿到ERC 但是呢 财报你不改的话 那么你的财 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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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财报 肯定跟你的税表就不一致了 这个是允许的 哎 所以就是你的财报 并不一定是非要跟你的呃 呃 呃 这个呃 报税是完全一致的 呃 的 是不同的这个呃 会计处理手法 呃 也都是从从这个会计这个角度讲 这是允许的 呃 如果你要去做这种调节的话 OK 那么呃 做你这个需要在财报上体现的ERC的话 那么ERC呢 你不能 因为他要去减免费用 所以你要看那个税务上 反而是就是一个新的数 书上去就完了 哎 呃 但是呢 作为这个财报上呢 你不能就输一个那个 减完的这样一个数 新新的一个数 而是要把旧的数和那个拿到的这个ERC 两项都输在上边 那么效果 当然是跟你输了一个已经减出来的数是一样的 OK 因为你两项都在那最后还是一正一负要减掉的 但是呢 从这个财报的这个符合这个 呃 财报的这个标准的这个规定上的话 你分成两行的话就是是有意义的 OK 这个就是实际上按照规定呢 你是按照这个审计的规定呢 你必须要这样做的 OK 不能说做一个合起来的 呃 另外呢 你在财报上如果这是一个审计的财报的话 那么你必须得那个呃 要把这个拿这个ERC的这个 要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包括说你为什么这笔钱是肯定是你呃 是是可 应该拿着 哎 那那可能有些 呃 朋友就会奇怪 那这个支票我已经拿到了 你这个财报上为什么还要加这句话 因为财报上他必须得 你既然拿到这笔钱 他要上这个财 审计的财报的话 那么这笔钱必须是能够呃 呃 能够解释的通的 比方说不会说因为 RS过两年来跟你来查你的账的时候 说 哦不行你这笔钱是不合适的 要去退回去 那你这笔钱本来就不合理 不应该拿的话 那么这个是这 那是站不住脚的 OK 所以在财报上站不住脚的 所以在财报上 你必须得说明你这笔钱 你确实是有资格拿的 呃 计算的也是正确的 所以呢 要财报上你要加这样一个 呃 注解 好 那么今天呢 就是呃 就是讲的这 关于这个ERC 对这对你的税务和财报有什么影响呢 就呃 这个就讲到这里了 呃 所以大家就知道 特别是在税务上 是有这个要回去更改税务的 这个要求的 呃 好了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最后呢 在呃 最后一页再提一下 呃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司的网址上 communitycpa.com 查到我们这个 新的呃 下面还会 下面会来的这个 呃 讲座 呃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发给我们一个总的电邮 Catherine at communitycpa.com 也可以电话来咨询 我们的总机 515288 3188 我们每周六天营业 呃 周呃 周一到周六 早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 好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